哎 没想到今天就要从韩国回来了 没办法 谁知道NG会输呢 要不是陪着你啊 我本来还想留在那边看EDG比赛的呢 NG为什么会输啊 别死妈咧了 咱们LPL还有EDG和IG呢 说的也对啊 LPL还没有输呢 那个 EDG今天好像也输了 还好我是爱剧本 我叫林排绿树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子 在某一天回家放学的路上 我被一只大黄梦炸了一脸 然后我就变成了女孩子 然后我喜欢的女孩子就成为了我的好闺蜜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呢 昨天我哥电话打来说父亲中暑了 再不回来就要被烤了 下得我和朋友们连夜赶回家 在七小时七分七秒之后 我们终于到车干了 哇邱颜哥 嘿绿树啊好久不见 你长得真是越来越像女孩子了呢 没有没有没有 大师哥哥你现在潜心神秘大无敌 真的是长得越来越帅了呢 不讲不讲不讲 把他普攻撑起来带波机活了过来 现在也没啥事的 他是没事了我他妈倒是有事啊 过来一会儿就说他们变到家了 哇零白斤你家好大啊 尤其是这条鲸鱼 有人刷了一个屁啊 这个不是井里吗 啥井里 我还奇怪住过了井里跑哪去了 原来是在你家啊 你们是洛姿吗 这就是一条普通的鲸鱼啊 哇有点紧张 好久没见父亲了 跑 哇天天啊爸爸我错了 已经没事了 要问为什么 因为我来了 现在不紧张了吧 确实不紧张了 那我变得在家害怕了 老抱我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小瑞呸 瑞叔 那个我听哥哥说你 普空上脚带暴机醒来了 你没事吧 哼你当老抱我是谁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 我可是十分自由的 怎么可能 震惊 爸爸实际上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您说 我 瑞叔还没说完 他爸就一把抓住了瑞叔的衣服 然后 小老弟啊 不对 小老妹 你怎么回事 弟弟 你 瑞叔他跟老弟啊 嘻嘻嘻嘻嘻嘻 老抱对不起 我在一天早上起床之后 就变成这样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墓园的方法 起身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要休息一下了 啪啪 老抱果然生气了 世界这么大无奇不有 我相信你这只是普通的生病而已 接受能力好快啊 反正外面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就是胸部都出两块瘦肉的肌肉而已 不知道老爸能不能接受 在另一边 怎么会这样啊 瑞叔 瑞叔他 小瑞叔 小瑞叔 太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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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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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出暗号 小瑞叔 舔到他死为止 我可爱的瑞叔啊 刚出生的时候是男孩又怎么样 爸爸 可爱就完事了 但是 为了保有一家之主的威严 我必须忍住 他和你长得非常像 所以我希望他有男子气概 怎么会变成你的孩子呢 那我就完蛋了 为了不让他变得更可爱 我一直保持着威严的父亲形象 如果他穿你尊的话 那我就 我要嫁给爸爸哦 啊 出去了 人生 人生 人生是玫瑰色的 我要上天肚天 你他妈在我家池塘抓鲤鱼干嘛 刚才父亲对瑞叔的爱 我全都听到了 那个是在做广播体操 瑞叔只是变成女孩子 你就高兴成这样 这还不高兴吗 呃不再说了 是在做广播体操 你应该知道的 和你儿子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可是一直围在瑞叔旁边的 这么说好像就是这样 你以为就这样吗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会做什么 不用我多数了吧 比如说 这种诗 蚊子 我给你垂垂背 还有这种诗啊 蚊子 这个爪胖的舒服吗 舒服啊瑞叔 你要一起上来胖吗 这脑脑能力也太差了吧 比我想不低一点 刺激 你已经逃不走了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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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叔 你变成女的了吧 你还记得 你之前说过 变成女生之后 就让我爽爽的事情吗 现在正是让我爽爽的时候了 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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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啊屁啊屁啊 屁啊屁啊屁啊 你叫巴 你叫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的 虽然有点害怕 但我没有那么讨厌哦 呦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这一天大概要去我们家里吃饭 老妈我回来了 听说你平衛令函带顺坯 做了一堆好吃的 对呀我还特地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万崽牛奶呢 想单出我每天都会来你学校 来送你最喜欢吃的 万崽牛奶 不然你的身体 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坚实呢 你们还愣着干嘛 快进来啊 哇 看你一头金发 还有白嫩嫩的脸蛋 你难道就是 没错 看我这流伤的中文 和这银色的笑容 想必你已经知道 我选一粒了吗 现在饭还没刷好 不如我们先去洗澡吧 任书你也要来 我是男的 怎么能和你们一起洗啊 男跟屁啊 你现在连脚地弹都没有 一起洗就完事了 朋友们也一起啊 我去 过了一会儿 他们四个人便 全部泡在浴槽里 咱们泡澡不如聊聊天 哇 你声音都变了 讲故事就随便了啊 前一天我一个闺蜜 和他谈了四年的男朋友 发生了一件大事 等一下你不是初中吗 那他们不是小学就谈恋爱了吗 他们这是早恋爱 不过你是日本早恋没关系的 你别吓了 先别废话继续听我说 那天他男朋友 带他去和公司的前辈见面 初中就在公司上班 这也太早说了吧 别人这是见识情嘛 别吓啊 见面之后 他们正讨论孩子应该取什么名字 等等 你闺蜜已经怀孕了吗 没有啊 他们这是在为家人来打算的 那这也想得太远了吧 然后他们打算一边吃烤肉 一边想名字 结果人群中突然断出一个黑衣霞 手术小刀迅速向我闺蜜吃了 那你闺蜜被吃死了 没有 我闺蜜男朋友挡在了前面 那男朋友死了 公司的前辈死了 说是时那时快 眼看得到就要吃来 公司的前辈一把推开他 然后 扁着都进去 咔着都出来 散完后留下一堆红色液体 一集合被玩坏的前辈之后 充满头去 卧槽这也太刺激了啦 而就在前辈快步行的时候 他对着我闺蜜和他的男朋友说道 经过刚才那么一次 我突然想到了 一个很合适你们孩子的名字 前辈你说 不管什么名字 我都会取的 就叫 我 跟 鸡 吧 前辈 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呢 真是好名字呢 以后你闺蜜生了孩子之后 我继续叫他小玩吧 呃 小鸡吧 呃 你会说话吗 以后界面就应该说 你就是跟鸡吧 呃 别笑了 话说后来呢 后来我闺蜜觉得这名字不好听 于是当场闭合男朋友分手了 怎么样 感动不感动 太感动了 我都哭了 你们呢 哀哀哀哀 哭个屁,姐妹,你死的好惹啊 等一下,小妹你脸切这么近干嘛 小陆镜你也贴过来干嘛 哎呀,小梅圆 협,你... 再贴近点 我望浴室怎么这么小啊 我就说四个人太紧了啊 不可能的,我家浴室平时四个人 40个人都能进来 你说锤子呢,你以为你家浴室是印度摩托车吗 虽然感觉浴槽变小了 但和特云露学贴的,也越来越近了 不客气 这也太紧了吧,画个水呢 嗯,浴室怎么这么吵 救命啊哥哥 卧槽你们这是在玩什么play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叶 本机是普少女第13期 哇突然感觉做的都可以当风趣来看了 喜欢本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投币收藏和关注哦 最好是特别关注 这都是IG打G2 如果IG能赢下G2电动决赛 那么下周就算更 如果本机收藏再过2000 那下周就算更 也希望他们能战胜决赛的另一支战队 拿到第一个属于LPL的冠军 IG加油 LPL加油 最近听说客户端长按解赞按钮 就能获得20点经验 大家可以试一下哦 那么我是小叶 我们下期见啦